周迅这位实力女演员想必大家都很是熟悉了吧 只不过在如今流量当代的娱乐圈 周迅并不被很多的新一代所认识 但是不可否认周迅这个人真的是个实力派女演员 上个月在周迅升任的时候 很多好朋友都为她送上自己的祝福 这天除了陈坤雷打不动的连续十年 在零点为周迅庆生以外 还新增了来自妹妹杨幂对她的生日祝福 这不免让人想起了周迅 陈坤以及杨幂早年合作的经典电影 在画皮2里面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非常默契的 杨幂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周迅 以及恩师李少红的合照 还配了文字生日快乐姐姐 她还在后面加了一颗大大的红心 这一身姐姐一下子把粉丝们 拉回了当年的画皮里 在这部电影里杨幂饰演的 雀儿是周迅扮演的小微的妹妹 杨幂整天姐姐姐姐的喊着 两个人总是如胶似习的黏在一起 那个时候的周迅非常年轻 而杨幂也是天真浪漫的样子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两个即使年龄都不在年轻 但还是活力满满 还多了几分沉稳 时光一去不复返 但是当年的姐妹依然情深 网友都纷纷评论 这是爱意满满呀 看着这一张如此有爱的照片 也足以打破之前杨幂周迅 闹矛盾的谣言了 杨幂曾经就有说过 在娱乐圈有两个人是他最喜欢的明星 男的是谢霆锋 女的是周迅 杨幂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就特别的痴迷谢霆锋 房间里呢贴满了谢霆锋的海报照片 在颁奖典礼为谢霆锋颁奖时 也展现出了娇羞的一面 后来还和谢霆锋一起搭戏 一起上过综艺 自从杨幂和刘凯威离婚以后呢 网友还调侃谢霆锋 应该娶杨幂的 但是调侃归调侃 毕竟如今的谢霆锋家庭 欺负美满 就不开这种玩笑了 而对于周迅 杨幂不止一次说过周迅 是自己富商喜欢的演员 和周迅合作的时候 杨幂还说 从来都没有和一个演员紧张过 周迅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 对此杨幂都会很尊重地 叫她迅姐 不过论演技 杨幂比周迅要稍微逊色很多 但是杨幂呢 很谦虚 她总是说 要向训解学习 以训解为榜样 不得不说杨幂是真的 追星最成功的小迷妹了 和自己最喜欢的明星 都一起合作过 活成了追星女孩 最想成为的样子 虽然说一直都知道周迅 跟杨幂关系好 但却不曾想 杨幂竟然在每次采访时 都会尊称周迅为姐姐 翻看杨幂采访得知 杨幂并不是心血来潮的 称呼她做姐姐了 反而是从心底里认定 周迅就是姐姐了 秦童姐妹 想必就是说的杨幂跟周迅吧 总之这回大家 是不是也赞同周迅 跟杨幂感情深厚了呢 也希望他们的友谊 地轴天长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告诉我哟